Lun Sang 热烈 热烈 嗨大家好 我是热烈 热烈 我现在在车上啊 因为呢 我们今天呢 举行了一个很有趣的活动 就是呢 我们公司呢 就是我的部门 旁边呢 就招待了我的同事们 月经同事 还有一位美丽的台籍同事呢 一起到一郡湾 其实一郡好像是什么盛大的事 但是因为我们在同耐啊 所以呢 有的小朋友呢 八年没有去过一郡了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就包车 然后一起去一郡玩哦 那今天长进的人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长花美丽的安妮美 嗨 害羞吗 对 害羞 现在是几点呢 现在是早上八点整 那我们七点多就已经出发了 好累 对 非常的早 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我们会一路下来就是 接接接接接 接各位那个同事上来 然后呢 就 准备到一郡玩哦 大家说一下 哪一个是八年没去的 这个八年没去过 对 自己介绍一下 你是谁 我是黄酒 他是黄酒儿 好啦 那就是 那就是 期待等一下 预军的这个画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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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一站到了 到了那個胡志明市第一個地標 最高的地標就是八一大樓 那現在也是越南最高喔 各位同事美女們一起過來 他們第一站要去廁所 這邊 這邊騎 嗚呼 請問安妮妹今天帶一群年輕小夥兒 那個女生們一起出遊感想師 年輕真好 跟我差不多 大家都差不多 反正我們兩個就是一直在旁邊喝咖啡等他們 然後那邊就長這樣 他們就一直在拍就對了 好有活力 一個點可以拍超久 這樣很好殺時間 大概有一小時 我們現在來到了Land Marr他們的那個 就是公園 很多人會來這裡拍照 我現在要來尋找我的同事們 他們究竟流離失所到哪裡 但這裡很漂亮 這裡叫做Central Park 就是附設在這個社區裡的一個公園 非常的漂亮 我們的玉琳媽媽還有秋安小妹妹 還有Ruby大美女 還有秋安小妹妹 還有Ruby大美女 好啦 那我們現在要進去Land Marr裡面吃中飯 我們今天中午吃的是海底老 好 祝你生日快樂 耶~~~ 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 謝謝 祝大家平安快樂 好平安快樂 我們現在要去七十五老喝咖啡 好開心啊 快快裝開心一點 再開心一點 好開心喔 我們現在在那個 四十八樓的那個 Vin Pearl Hotel 的 Check-in Lobby 然後我們等一下往七十五樓走 好開心喔 哇~~ 也有戶外區耶 七十五樓的咖啡廳 在Land Mart的地標上 在Land Mart的地標上 嗨安安 所以你是裝的嗎 沒有 我是真的 今天呢 全部都是搶你買單 然後帶那種公司 那種類似尾牙這樣子 然後我們遠從同奈過來 胡志明市 然後一路上呢 就是搶你設計的 一整天的 胡志明市旅遊之旅這樣子 目前為止還滿意嗎 老大 很滿意的 非常滿意 好 那回去要認真工作嗎 老闆最好 所以說得很好 發解得很好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繼續走我們下面的行程 那先在這裡 enjoy我們的咖啡時光吧 非常享受 各位觀眾 我們下一站呢 就是百年郵局 百年真的是百年喔 因為它建於1890年代 所以真的是一百年吧 那這邊看過來 這邊是洪教堂 只不過很可惜的 它修了快三年多了 都還沒有 好 所以呢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看到這面目呢 我們也不知道喔 那 今天的那個 員工旅遊 村遊呢 就下一站就在這裡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百年郵局還有一個重點 其實它是出於艾菲爾之手喔 所以艾菲爾鐵塔 你看竟然會出現在這裡 真的有小巴黎之稱耶 你看下一站他們在這裡拍 玩得很開心 你看下一站他們在這裡拍 你看 超多遊客 那我來介紹一下好了 旁邊這個看起來像電話艇的東西呢 其實它現在已經改建成AATM 所以呢可以在裡面領錢喔 那你看穿著奧戴的服務員們 好漂亮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就是你看它的那種拱形的屋頂 然後還有那種賣明信片的地方 然後各種伴手禮 這個就是來胡志明市就是必打卡地點啦 這是它在這邊你也可以買的一個東西叫做奧戴香水 也就是那個奧戴的外型做成的香水 那是真的是有夠香的 剛好有人在這裡就是外拍 三萬一個 你看三萬 這是紅教堂 對紅教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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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組對比 嗯 好 沒什麼好看的 我們現在來到了百年遊局旁邊的書街 裡面呢也是非常富有文藝氣息 大家也很多會在這裡做那個外拍喔 你看 一個小小的書街然後呢塞滿了蠻多人的喔 書街呢也是充滿著那種外拍女子們喔 只可惜這裡的都是樂文啦 所以呢就是看不太懂 頂多有英文不過也是蠻吃力的喔 在這裡呢咖啡廳也是很有特色 他們會臨街而坐呢 或者是呢就是面面向那個街道啊 那就非常的有那種歐風法式風的感覺喔 再加上這邊外國人登了很多所以呢 簡直彷彿真的來到了小巴黎一樣 喔 咻一下 我就來到了粉紅教堂 對那我們這一站呢就是來這裡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平常啊在照片上看到的那個非常漂亮的粉紅教堂 其實呢他就是在大馬路旁邊 所以呢 嗯 你取景要非常的有技巧 你才可以連人還有他整個教堂拍進去喔 對 那我們給他10到15分鐘啊 因為我們還有下一個行程要趕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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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的過馬路呢也是相當的精彩啊 你看這麼多車喔 然後在沒有紅綠燈的狀況下 要怎麼過呢 就是直接踏出去 然後呢 車子呢就會自動閃開你喔 這也是在這邊的技巧啦 你看就是要一直不斷向前走 好 好啦 我們的團友們呢都在這裡啦 給他們10到15分鐘啦 很美很美 欸 那我們下一站的那個員工旅遊的一日遊的地點呢 就來到了當然一定要來的一個地方 就是阮慧街 也就是市政廳前廣場 那那個地方呢就是胡志明市政廳 那通常呢那種國家機要證物人員啊 或者是國外參訪人員啊 來胡志明的話呢 都會來這個地方喔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放牛吃草 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沒有 反正他們爽就好 拍到他們爽 那這邊呢就是也可以看到我們的 舊地標 就是BITESCO金融塔 咖啡公寓 晚上的話呢很漂亮 就在那個走路街旁邊喔 然後呢走到底的話呢就是西貢河啦 所以晚上也可以坐那個西貢河遊船啊 非常的漂亮 他們在技術指導這一群阿姨們 喔漂亮姊姊們 好歡樂 好可愛喔 我們前進去 我們轉horse 快點 快點 單用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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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咻一下又來到了西貢大劇院 那這邊就是非常多遊客也一定要來拍照的地方 因為外觀相當的歐式相當的美 那你看到這邊現場還有人在拍婚紗照 所以這邊就非常多網美啊 非常多人來這裡拍婚紗照的地點喔 那我們的那個團友們呢 今天呢也來這裡啦 就是一定要來這裡打卡啦 最後一站 我們來看看Cycone Center 就是我們的那個高島屋 好 很漂亮喔 很有聖誕節的氣氛喔 耶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一日員工旅遊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囉 那最後呢就是用我那個最喜歡吃的大腸包小腸 來做結尾啦 這個就是剛剛畫面裡那個真靈食品喔 那邊買的 那個是在高島屋地下一樓就有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喔 大家掰掰 掰掰 大家